罗秀红子女改教案 今早9点在吉隆坡法庭开审 引来多个马来组织在庭外示威 指行动党不尊重基斯兰教 并喊话行动党勿借此课题挑起宗教课题 不过最终罗秀红终于和分隔许久的三名子女相见团聚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欢迎收看东方快讯Live 我是顺慧 罗秀红子女改教案 今天早上9点在吉隆坡法庭开审 引来多个马来组织在庭外示威 指行动党不尊重伊斯兰教 并喊话行动党勿借此课题挑起宗教课题 大约有50名示威者聚集在法庭大厦外示威 数名代表在发言时情绪激昂 不满行动党挑起宗教仇恨 这些马来组织说 这本应该是一个家庭纠纷 不应该被放大成宗教可题 影响国家的安宁 罗秀红是华印混血 信奉信督教 在2019年提出离婚时 罗秀红获得孩子的临时监护权 但到夫家接不到孩子 更遭殴打收场 而夫家后来搬走并下落不明 他也多次报警求助 吉隆坡高庭在2021年3月 预令三名孩子监护权完全归他之后 他前往位于武吉安曼警察总部求助 近期得知前夫涉毒服刑中 三名孩子身处于玻璃市宗教局 在罗秀红不知情下 私自带孩子到宗教局并强行将他们归依一丝懒教 尽管罗秀红质疑三名孩子在没有父母的同意下 招人擅自替他们改教 但玻璃市宗教师阿斯里表示 三名孩子自愿改姓伊斯兰 而且不愿随母亲回家 大马印尼之声主席大卫马瑟也发布一段视频 视频中显示 罗秀红和改姓伊斯兰教的子女坐在沙发上 而她则一一询问孩子想住在何处 最终罗秀红终于和分隔许久的三名子女相见团聚 前首相丹斯里慕尤丁日前指控巫统主席纳豆斯里阿莫扎西 曾携带文件要求干预阿莫扎西涉及的法庭案件 而阿莫扎西则做出强烈的否认 阿莫扎西也挑战慕尤丁 同样以发誓来证明本身的言论 卓佛州选举将在本周六举行 教育部高级部长纳豆拉兹吉丁表示 选举委员会将会征用如否151所中学作为投票站 但是教育部希望尽量不影响作为考试用途的客室 他指出教育部本来不希望如否的中学被征用作为投票站 以免影响大马教育文凭SPM考试 但是根据选举法令 选举委员会有权征用任何建筑物作为投票中心 因此他说教育部明天将会和选委会讨论 要求尽量避免作为考试用途的教师 我们在建筑物作为投票中心 我们在建筑物作为投票中心 因此我们在建筑物作为投票中心 要求如果不可以 就不要再建筑物作为投票中心 绿野集团创办人丹丝李金友的长女 拿丁李靖玲 在加入大马民主联合阵线摸大后 备受外界的关注 也因优渥的家庭背景 遭受不少质疑的声浪 李金友今天撰写长文 力挺爱女参政 并温柔喊话 父亲为你感到骄傲 李金友在面子书上发表了一封题为 父爱的心声 政治和政党 给女儿的一封信的长文 他说到身为父亲的自己 对女儿选择加入摸大 帮助清理污浊池塘的选择 感到骄傲 涉嫌在柔佛王宫前男扮女装 摆出猥琐动作而闹得满城风雨的两名网红 今天召开记者会公开道歉 两名网红 韦绍正 Brian V 和蔡成父 蒂肯赛 是在被警方逮捕后 首次公开露面 两人在整场记者会上 至少三次90度鞠躬 道歉 并承诺 会为自己的行为 负上法律责任 不过 Brian V 在记者会上 受媒体询问时表示 本身不会受事件的影响 而更改网红风格 他说 我会继续走自己的风格 大马儿童疫苗接种计划 自本月三日开跑以来 至今已经迈入第三周 根据统计 吉兰丹州的儿童登记接种比例最低 全州只有8%的儿童登记接种疫苗 排行第二低的是沙巴 只有9%的儿童登记接种 对比之下 吉隆坡儿童的登记接种比例最高 有超过半数的儿童已经登记 达到58% 其次是槟城 经历近两年疫情封锁后 澳洲今天起 对已经完成接种新冠疫苗的外国旅客 全面重启国门 观光客再度来访 数以百计滞留在境外的澳洲人 得以返家和家人朋友团聚 澳洲贸易观光继投资部长特汉在悉尼机场 告诉澳洲广播公司说 这里在开派对有音乐演奏 人们脸上挂着笑容 为了表示忠诚 球迷们大都会买爱队的各款球衣 当作是日常的穿着 巴西里约热内鲁一名足球迷就索性把爱队的主场 十号球衣 纹身在自己的身上 因而成为当地的名人 还得到与球队多名的前球员见面的机会 献洒旁证 好的 东方快讯Live已经来到了尾声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见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